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说拼娃 今天讲一下家庭教育令的事情 这个家庭教育令是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公布实施以后才有的新的事务 也就是说我们的法治建设怎么样去敦促家长负责任 现在法院也是有手段了 以前的话对于家长负不负责任怎么样子没尽到责怎么办 那么的话好像跟法院是没关系的 现在这个跟法院是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法院给家长就发家庭教育令 家庭教育令的内容就要敦促家长对于孩子的管教起到责任 其实现在一方面是教育的内卷 还有一方面确实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他不负责任 包括孩子在上学的各种情况也不跟老师联系 尤其是这种父母离异的状态就是更是如此 或者现在还有好多叫做留守儿童 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的话你父母要起到责任 而你留守儿童的话你这个老人的话对孩子他并不是监护人 你的监护人要起到什么责任 虽然说你不在孩子身边 比方说像家庭教育令就有 你要定期的和老师联系 你要如果违反了家庭教育令呢 你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现在我们就说了嘛 违反这些有关生效的法律文件 那么我们也有手段嘛 老赖就进行限制的 也有呢可以拘留的 当然最严重的呢是要判刑的 对于家庭教育令的话呢 也是算是一个我们法治上的进步了 虽然这个对于家庭教育 我一直在讲现在监护人要起到什么责任 其实监护人的责任啊 不仅仅是拿钱的问题 尤其是好多孩子的教育呢 和监护人没尽到责 关系很大 而且呢监护人要起到的责任 可能应该比这更多一点 就像前边呢 大家一直都很有意见的 一直在说的 就是说各种未成年教育 未成年保护法 包括呢校园霸凌 什么这些的事情啊 还有青少年犯罪 其实青少年的一些故意犯罪 家庭教育失职的 他的监护人 我一直主张是这些监护人 应当承担刑责 就是说你教育孩子你失责 你应当行刑责嘛 你一样的话是属于过失犯罪的一种哦 你孩子的话去杀人了 但你的话呢孩子杀人可能不够年龄 但你家长算什么 那不是过失嘛 对吧 你过失了导致了一个他人的死亡嘛 像这个的有关司法解释还是要做的 你就像包括呢你有了这个家庭教育令以后呢 下边的话如果这孩子再有一些什么违法犯罪的话 你家长应当负什么责任 负什么法律责任 其实我们现在看呢 家庭教育令呢你发了一些了 然后自从的话可以发呢 第一张就是从长沙发的 现在各地都发了 发了大概有上百张了 这个上百张的其实这数量可能还远远不够 因为青少年呢这些教育问题包括校园霸凌问题 包括这个相关的问题的话 如果是出了 就是等于是要被警察教育的时候的话呢 应该法院跟上都应该给一个 这样的话呢可能应该这个家庭教育令啊 也应该更常见一点 然后呢这种家庭教育呢 不光是跟班主任联系 可能也要跟当地的街道社群组织啊 包括当地的一些公安司法机构呢 也经常要保持联系 因为现在有些小孩啊 真学坏了在社会上的话呢 是很难教育 尤其是的话呢 你说现在说18岁就算成人 其实呢 那个16期的街头小霸王有的是 而且尤其是现在我们义务教育呢 9年义务教育 需要你这个初中学完了 你现在的话下边怎么办 其实初中学完了的话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教育的就变得很复杂 初中毕业的时候呢 15岁 成年能工作的 18岁 实际上好多时候呢 不是说是16岁呢 能怎么怎么着 但好多还是达不到招工标准 就16岁的话 以个人收入为主的算什么 完全明示行为能力人什么等等等等 那个的话呢 好像一般来说也就是例外 所以实际上 我那个你没有普及高中教育 15岁到18岁这个窗口期怎么办 实际上这个现在呢 有大量的说高中要分流 分流到职高去 职高的话也能保证全招吗 很多人到职高里头的话 他又不想考大学了 他的好多孩子在这里头 他并没有上进的心思 下边怎么办 对吧 实际上这个事的 家庭层的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看了这个家庭教育令呢 一方面我们觉得呢 他能督促家长啊 能尽到责任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 其实好多社会的责任 包括社会管理的责任 可能的话呢 那个制度性上的责任 你不能全都推给家长 就是等于这孩子的话 如果过了15岁 你又不给他义务教育了 又有分流了 又他又没有奋斗方向了 你还不让他尽早的到社会去工作 你现在呢 基本上找工作的话 不到18岁也不好找啊 哪个单位要用了低于18岁的人的话 也有问题 初中毕业 15岁不让用啊 怎么办 对吧 你那个中考也不让复读 那下边这个家庭里头 你怎么去解决 你说让他去职高吗 职高不是个义务教育 那其实现在有些职高的话呢 都是要付钱的哦 在很多地方也付不了钱 所以在这一段的孩子的教育 其实问题挺多的 所以这个整体的教育啊 像这个制度性的设置 我们觉得还是要完善一下 在这个家庭教育令啊 我们相信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但是呢 这个尝试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可能像以后其他的各种配套 还要加强 谢谢大家 今天这话题呢 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